而在2016年东森星夜网比赛当中 选手呢不单单呢要拼歌艺 还要从舞台上面的台风等各方面是一较高下 而实现呢舞台效果最重要的就是服装还有造型 能不能和歌曲内容相呼应 而这一点呢尤其在这几年来的比赛上面呢最为凸显 东森新闻呢特别整理出来 带观众一起来看看如何打造明星气质 闪亮上衣搭配小短裤 选手演唱动感歌曲 服装当然也要跟着火力四射 黑白西装加上鸟朝头 走偶像路线的开友 外形经过精心设计就是要营造巨星加世 在东森新闻王的比赛中 选手们越来越懂得将造型和歌曲融为一体 让舞台表演更加完整 今天唱的是三个愿望嘛 那它有小女生的甜美 然后又有那种充满希望的感觉 所以会穿的比较小女生一点这样子 这首歌比较是soft soft的歌 所以我就带花 然后自己做了这个这种花东西 然后穿的裙子也是很像花的 服装要会穿之外 整体造型上发型也是重要一环 在2014年的比赛中 东森特别大选手到知名发型工作室来个大改造 前后的对比差异尤其看得出发型的决定性作用 没有资深造型师也不用着急 像是2014年选手Jade 为了演绎个性女歌手杨乃文的歌曲 特别换上皮外套以及破洞长裤 还要梳个超蓬松的爆炸头 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歌路后 大胆尝试不同造型 一定能找到最佳视觉效果 东森新闻李宗耀唐梦威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